你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,宁愿装饰了你的窗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,我们走在生活的风雨里程中,似乎总觉得别人的风景总是独好,刺激的流年显得清浅。 有一句话说,你是别人的风景,却看湿了我的眼,漫漫人生路,特别是在高原大地,心灵的一席里,灵魂得意净化,自我得意介入,逐渐懂得一种情怀,以真心去感受生活,以生活去成全人生,以人生去温暖世界,漫步在雪域高原,常常因生活遭遇而耿耿于心,因相愁而鼓闹不堪, 因思念而孤独惆怅,殊不知,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,不必羡慕他人生活,而忘记了自己的风景,人生路上,最美的风景都盛开在心底,最美的心底都藏在最真挚的感情里,即便是在雪域高原,我也真正放开自己,面对生活,以一颗活泼的心,看世间风景和生活摆摊,如同一朵歌繁花板, 不为严寒,耐得寂寞,在高原上绽放出美丽的笑脸,用单薄的躯体迎接每年第一片雪花的飘落,用绵长的情色替代每一滴泪水,在迷人的彩霞里欢欢唱歌,在纯洁的笑容中将自我迷醉,歌繁花,高原上最美的风景, 这岁月而行,看花开花谢,赏云聚云散,如若眼里有露,目光之处都是碧印,若心里无花,恋叶也会开成荒芜,若心中有盛开的歌扎花,生命也会色彩斑斓, 人生之路辗转流离,生活之情烦乱纠缠,既爱之责安之,没有过不惧的坎,没有跨不过的河,当然才是人生最美的风景, 心游静躁,静游新生,有什么样的心情,就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,荒凉,戈壁,说风,寒冷,圣洁,蓝天,白云,草原,还有五彩斑斓的歌扎花, 生活的过程,看亭前花开花落,望天上云卷云书,渴望人生旅途春暖花开,事实上,我们却总是一路受挫,一路迷茫, 红尘百岁,磕磕碰碰,没有宠乳不惊,如隔三花般,摘一处绽放自己的美丽,安暖我们近好多岁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